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然有可能造成台东 屏东好大雨 而日前刚刚遭受 粗拉台风四周围的花莲 秀林和平村 依然满目疮痍 还有很多没有清理掉的大石头挡路 居民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 南投仁岸乡南风部落一块公有元宝地 误遭私人出租整地爆发了争执 警方跟乡公所出面协调 澳洲库塔曼德拉女校庆祝百年校庆 曾经被强行带到这个学校 接受殖民教育的学生 在这次回顾过去不声唏嘘 好 新闻开始依然要带您关心的是 台风的动态 气象局在今天不但没有发布 启德台风的陆上警报 还在今天下午五点半的时候 已经解除了启德台风的海上警报 不过气象局还是提醒 又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台东 屏东要留意 有机会出现好大雨 启德台风来得快也去得快 由于台风路径由原本的西北方向 转为西北西移动 并且未来台风暴风圈完全不会够到 台澎金马及近海 100公里内的海域 因此气象局在今天下午五点半 解除了海上台风警报 不过台风逐渐进入到西南部海域 往香港前进 即使海上台风警报解除 气象局呼吁西南部近海风浪的强度 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警报虽然今天会解除 不过明天在行经这一段的过程当中 台湾地区的风潮 会由现在的偏东风 转为东南到偏南风 所以自逢大早期间 在台湾的西南侧的沿岸的部分 在明天上午7点到10点之间 是满潮的时间 所以还是要提醒 在海面上风浪 台风还在台湾的西南部海域 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 有比较大的风浪出现这种情形 起的台风进入到西南部海域 风向转为南风的趋势时 台东及高平地区 还是会有明显降雨 其中台东市以南地区 包括太玛里乡 大午乡 达仁乡 以及屏东南端的狮子乡 牡丹乡等原住民族地区 及恒春半岛雨时会较大 台湾的南部跟东南部地区 还是会有降雨的现象 东部以北地区跟东北部地区 受到午后热队的影响 在这一块还是会有 大雨到豪雨出现这种情形 所以明天局部地区的雨量 还是会蛮惊人的 这样子可能还会持续发布 大雨或豪雨特报 气象局同时提醒 中部以北地区及宜兰 虽然不受台风影响 仍然属于高温炎热的天气 但是容易受午后对流影响 不排除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 另外即使台风远离之后 到了周末 后续西南风所夹带水汽引进 南部地区居民特别在山区 要留意雨势的状况 记者阿奥斯巴扎克台北市采访报道 虽然说台风不会来到台湾 而且气象局还解除了 还上台风警报 但是蓝雨其实还是受到影响了 因为船公司从昨天就宣布说 今天到明天台东往返蓝雨的船班 要全部取消 今天蓝雨就很冷清 民宿业者大叹说只要一有台风来 生意掉个八成是很常见的 民宿业者苦恼的指着电脑上旅客退房的名单 因为起得台风外有环流影响 很多准备要搭船来蓝雨的游客 都纷纷的退房 台东蓝雨虽然一大早出现大太阳 不过因为没有游客 街道上原本热闹的景象 除了蓝雨乡居民外 街道上就显得空荡荡 直接影响了客人的来客量 这样就要剩一层的定房率来客量 甚至是有些民宿只剩没有人在开 没有人 就是零 所以说有时候蓝雨是靠这种旅游 天后是最大的一个因子 有八组客人 但是七组的客人统统退了 只有一组是要往后 延后这样 往后就是他要延后 其他的七组人统统退了 所以我们台风过后 我们又要去邮局退款 六天啊 对啊 六天 所以你比较不担心台风的问题 对啊 就不用赶着回去 业者表示只要遇到台风天 声音就会掉八成 甚至会十几天都没有客人 即使台风远离之后 有时候头伴随而来的西南气流 也跟着来影响海况及雨势 而这次台风影响 造成交通船班在15号到16号两天 无法正常返返 影响了蓝雨的观光经济 由于蓝雨乡 近几年许多族人在经营民宿 从事海上活动等观光产业来维持生计 不过也因为没有客人 趁着空档时间 大家相聚交流台风经验 因为台风的关系 我们就在这里在聊天 是不是台风会来啊 还是以我们的经验 以科技的那种 所以台风会不会来啊 所以再讲更恰当的话 就是没有客人 我们的今天就变成礼拜天 像休息天啊 其得台风虽然没有直扑台湾 不过外围环流造成蓝雨不时也出现间歇性的雨势 15号蓝雨路上也出现三级风力 浪高达到两公尺 而原本盼望今年暑假可以挤进人潮的民宿业者 却因为台风的影响 观光生意倒是掉了不少 记者小美大圣台东蓝雨采访报道 好 这是在今天冷清的蓝雨 不过来到花莲台东的海边 虽然偶尔还是会看见有长浪出现 但是中国观光客还是涌入了台东的八仙洞的海边 还有花莲实体平的油气区来观海细水 台东县长冰箱知名的八仙洞海边 一如往常陆客团用完餐就到海边细水拍照 丝毫不受台风影响 近海大浪偶尔让游客见识 花莲县风冰箱的实体平油气区 也同样涌入来来往往的陆客团观海拍照 我感觉这里很好 自然保护 保护得非常不错 这里地下一点拉机也没有很干净 我很喜欢来这里 这几天时候会有排过来 你们有感觉到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就是偶尔有下雨 没有 天气很好 我们一走才下雨 我们的运气很好 就希望我们的导游就要我们的闽南化好奇啊 奇德台风海上台风警报发布期间 台东及花莲的海岸线地区偶尔有不到一米半的长浪出现 在县政府没有直接公告禁止渔船出海作业的状况下 渔民的渔船仍然能够自由出海作业 实体港的赏金船也准时载着游客出海游玩 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那目前渔民的进出都还是可以的 那我们在渔民在进出的过程 我们会跟他提醒说 奇德台风的现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要提醒他 虽然渔民要出去作业 但是还是要顾及自己的安全 花龙海岸依然是艳阳高照 感受起来风势不大 奇德台风从14号晚上也就逐渐远离台湾 民众似乎也感觉不到任何台风的动态 却只有明显难耐的高温天候 记者法务台东花莲采访报道 好 但是在花莲的秀林心情大不相同 奇德台风虽然在这一次是跟台湾擦身而过 但是上一个台风 苏拉台风对花莲秀林乡和平村 带来的是一直到今天为止 清都清不掉的土石 还有挥之不去的恐惧 这是河中部落族人在8月2号当时所记录的情况 喝了13天之后 虽然经过军方与民间组织的协助 清除了大量的土石 但和平自救会要担心的 还有两个治灾的地方 这是杜长湾 因为这边主射了 这边主射 你应该 我是想说 防汛期间都没有去做输军的工作 而引起这个 这是雨量大的时候 河流改道 那这边呢 现在公所已经在派人整治了 但担心台风可能狭带的雨势 花莲秀林乡和平地区灾害这就会 急着要把这一块大石头做清除 这个就是说从上面掉下来的这个大石头 这样就挡住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流失的水 水路应该是要往这乡涵嘛 就是因为沿线的那个水路 就是因为这个大石头 摊下来挡住水路 就整个从后面有水 这个就往部落那边跑了嘛 整个都往部落一直倒在那边 不断地在巨石做破坏的动作 就是要避免土石改变水路冲到部落里 不过破坏的工程可没想象中的快 这个石头差不多要 一几一半可不可以 还是要用杂料 这个还是要用杂料 还是要用杂料 用这个把动机 比较慢 族人担心台风可能狭带的雨势 造成土石二度冲缩到部落 所幸暴风圈不会影响到花林地区 族人现在赶紧加快苏郡的动作 希望抗灾的工程 能够在大雨来临之前得以完成 记者八路八号花林秀林采访报导 和平自救会除了担心书郡工程缓慢 还担心台九线会再度中断 这是在8月2号当时 河中部落居民所拍摄的画面 主要道路台九线几乎完全被土石淹没了 经过南澳公务段于8月9号清除土石之后 如今道路恢复暢通 但居民担心这两侧的土石仍然会因为大雨回填到道路中央 土方该怎么处理 南澳公务段长做出回应 南澳公务段表示 之前的土方早已做好清运 如今两侧的土方则是居民家中所清除堆制的 目前应由秀林相公所来负责 但针对土方清运的进度 秀林相公所暂无回应 乡民深感无奈 只希望尽速处理 接着八路8号花莲秀林采访报道 继续镜头要带您前往高雄的桃园区 一间一间像小木的房子 这是高雄桃园区秦河里的避难屋 只要有台风警报或降下豪雨 当地里长就马上通知族人赶紧到避难中心 而桃园区各里也都一样有这样的防灾机制 因为只要以下大雨 桃园区各里的联络道路容易遭到大水冲毁而形成孤岛 为了让灾情降到最低 去工作与部落随时做好准备 自主避难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因为只要灾害一发生 各里都会变成孤岛 那我们自主避难的机制是平常我们是要做演练 然后在里长的这个当在平省孤岛的时候 就透过我们平常的演练 能够发挥这样的一个机制 目前高雄桃园区可以看到台二实现沿线道路 虽然滩方土石都已清除 不过行经时道路崎岖难行 还有许多钢便桥 只要台风一来就容易遭到冲毁 通往桃园区各里的联络道路 就会中断造成不变 所以只要一有台风部落居民最担心的 就是道路状况 持住是不担心的 就是怕那个道路中断 这个电如果停电的话 我们这边也很麻烦 往里下很大 我们这边都不方便 而且有那个路啊 影响太大 台风一来桃园区居民都有自主避难的观念 而对于道路状况 居民只期盼能够赶紧修复 有一条好行经的道路 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 接着整整乱五六高雄桃园采访报道 的确由于气象局也针对台湾的南部 发布大雨特报 所以高雄的南马夏区也戒胜恐惧 清台起的风向西北转西北西前进 对台湾威胁降低 也解除了海上警报 不过在高雄南马夏区三个里一点都不轻忽 居公所针对每次都大雨就会冲毁的民生便道加紧赶工 加上了航管就是担心达卡罗里变成孤岛 它有一条连外道路是生民道路 那我们也针对生民道路这个部分 做了一些安全性的一些措施的加强 那航管准备因为它有一个路段是要经过一个溪流的 所以我们航管也预备预留了 在万一是真的是风大雨大被摧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在用最短时间的抢通让居民进出 有些居民担心大雨来会淹水先把家里东西放在高处 被灾的部分就是可能就是食品类 还有家里的一些衣物 然后政府有发发的一些防色的那个背包就这样子 会有已经有万分的准备 已经有很多防台经验的南马夏区居民都说 会事先准备好粮食衣物 尽管这次启得台风不会到台湾 该做的防灾还是要该做好 记者艾娜算拿路高雄那马夏采访报道 今年豪雨跟台风不但使得香蕉的产量大减 也因此香蕉价格创下了天价 产地价现在大约一公斤四十块钱上下 尽管价格创下了新高 不过却让南投国性的胶农笑不出来 因为前阵子的苏拉台风侵袭 通往南投国性山区的产业道路 肉长寸断 整个路基流失七八十公尺 完全无法通行 当地的胶农只能靠着徒步冒险将香蕉送出来 另外当地的兰花农也是无法对外联系 产业跟生计几乎都要停摆 通往南投国性山区的产业道路 路基整个不见了 整个山崩塌下来 就连农民辛苦种植了香蕉树 也倒塌在吐石堆里 尽管没有路走 当地胶农还是得自己想办法 把香蕉运出去 脚下几乎没有路走 老夫妇靠着自己的双脚 一步一步越过崩塌地 扛着重重的整串芭蕉 要到山下的市场卖 一路走来好几个小时 不过为了生计 他们已经这样走了好几天 自从台风侵袭之后 通往南投国性山区的产业道路 都还是中断的 尽管因为大雨和台风 导致香蕉价格飙涨 不过路断的到现在还无法通行 山上的香蕉送不下去 胶农说快要活不下去了 受影响的还有当地的花农 一盆门的兰花含苞待放 不过花农同样开心不起来 因为兰花胶内运送不易 无法运送到山下 加上生产的成本还在不断消耗 花农也大声喊苦 小子又快要开雪了 要上雪 家庭的生活取机 还有那么多的花都没有出 我们的生活都是靠这个 如果道路没有办法通 我们这个企业将会在这边无法生存 当地离掌统计 受影响的大约有超过百户的花农和胶农 台风阻断道路 让当地的产业和生计几乎停摆 农民只希望幸福赶紧抢通 帮助他们早日脱离这样的情况 既有林建圣彭换群南投报道 日前苏拉台风过后 又接着轻度台风起得扫过台湾 不过今年花莲瑞穗香的文旦 农并不急着抢修文旦 因为他们发现过去 一听到台风就急着抢收 反而造成文旦品质不佳 甜度也不够 那么今年就坚持要到九月初才采收 要维持品质 再过半个月文旦幼就要进入采收期 但是饥饿连山的台风 让幼农担心受到台风的横扫 一年的心血就此泡汤 有过去年的抢收经验 就是因台风季节就提早抢收文旦 造成文旦的甜度没有达到标准 而感到遗憾 今年幼农们取得共识 坚持不抢收 要等到白鹿 也就是九月七号前一周 再一同采收 我们希望在白鹿的前一个礼拜 特别是九月一号正式采收了 那如果是九月一号之前采收的 我想品质会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坚持九月一号 白鹿前一个礼拜开始采收 一直到白鹿之后一个礼拜 这期间呢 我们社区确认 这个时间就是文旦甜度最好的时候 另外今年赫岗乌拉利部落 在九月一号将成立文旦形象馆 幼农将通过形象馆的严选 品管确保品质之后才能出货 未来形象馆就是单一窗口 来为消费者把关 希望做一些管制的动作 特别是包装 有没有包装好 那排列有没有排列整齐 大小有没有分配清楚 那由文旦形象馆这边派钱人员 去做各户各户的管制 那我们希望 整理好之后 把文旦一批一批的拿到这边 因为时间很长 我们希望这边分批来出去 花莲瑞穗为台湾文旦又主要产区 上次幸运躲过苏拉台风的侵袭 不料又来一个启德台风 所幸启德台风不会侵袭台湾 但却会为花莲地区带来局部性大雨 但文旦最佳采收期 天度最佳时刻就是白鹿节气前后一周 也就是九月一号到九月十四号之间 幼农坚持品质把关 就是要让消费大众在今年中秋都能吃到瑞穗香优质的文旦又 记者卡噪花莲瑞穗采访报导 的确现在是丰年的季节 台东花莲屏东各部落陆陆续续举办丰年祭 这是各个民族一年一度的大事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 就是屏东三地门乡一年一度的全乡 联合风年祭 排湾族人在昨天就开始勤练歌谣了 收货季前一天晚上原本担心台风会登陆 口舍部落活动中心仍然有部落的长辈还有其劳聚集 大家仍旧照常练习就是为了第二天的收货季歌谣竞赛 我们的风年祭就在8月15号 那16号是球类比赛 17号是这个田径赛 那我们15号联合风年祭 我们有歌谣比赛 有勇士舞比赛 最好是不要下雨啦 不然的话这个节目就破汤啦 每年超过千人参与的三地门联合收货季 不管天气多热 部落居民仍然坚持穿着隆重出席 在感谢常年经营文化传承的艺术工作者之后 接下来正是大家引颈持叛的歌谣勇士舞竞赛了 一年的努力就要看这次的演出 甚至行动不便的族人也要拿着拐杖 跟着大家一起唱完全诚 三地门厢十个部落每年必定要参与的联合收货季 现场坐无虚席 虽然经历多次风灾的重创 三地门联合收货季并未停榜 不管是居住在道路难行的部落 或是在不同乡内的永久屋里 联合收货季联络彼此之间的感情 十个部落从不缺席 就是要坚持一个都不能少的精神 记者RI哥社屏东三地门采访报道 这的确是三地门乡排湾族人 还有卢凯族人重要的大事 从今天一直到礼拜五 屏东三地门乡举行的是全乡联合风年纪 那么每一年来自三地门乡各部落参加的人数超过千人 当然这也考验相关所跟分局派出所的后勤管理能力 三地门乡一年一度的联合收货季 光是会场前的三地门街道 都被涌进的车辆还有参与的民众挤得水泄不透 骑着摩托车来来回回的警员不仅要管理车辆 连进出会场也得有警员管制 有管制啊 那每年都是这样吗 举办的时候三地门乡很热闹啊 那如果就遇到这些乱停的民众你们都怎么办 劝导啊 劝导他们挺好啊 一整天两位远景轮流换帮管制去就是希望现场交通保持流畅 除了交通需要管制 现场环境清洁又是一个问题 将近千人入场 却怎么不见任何垃圾的踪跡 原来就是有几位像这位妇女一样的职工帮忙随时维持清洁 还是会有人乱丢 所以没有人捡的话会很乱 每年收获记忆涌进大量的车辆还有民众 往往大家的焦点都放在精彩万分的节目竞赛 但是在大家安心观看祭典时 就是有职工还有警员们的服务 让民众还有居民都能够无后顾之忧参与共襄盛举 也请大家发挥爱心还有关心 鼓励这群默默付出的职工还有远警们 记者RI哥色屏东三地门采访报道 继续是来自澳洲跟原住民族相关的最新动态 这是在新南威尔斯州的库塔曼德拉女子学校的校友 聚集在一起要举行百周年的校庆活动 不过这个学校跟一般的学校并不相同 在这里的学生跟校友亲一色是原住民族人 当年他们也并不是自愿来到这里上学的 他们是澳洲政府在1906年到1969年之间 为了施行强硬的殖民政策 被强行带到这里上学的学生 校方强行将原住民族小孩从家里带走 带到这个学校接受的都是白人的教育跟信仰 要求黑皮肤的澳洲原住民族 至少在文化上必须被漂白 这些被政府强行掳走的原住民族被称为失窃的一代 日前这所女子学校的校友终于又再聚集在一起 而物患心仪现在时空不同 澳洲政府甚至在2008年还为澳洲曾经施行过这样的殖民政策 向澳洲原住民族道歉 今年的百年校庆 看见原住民族的小朋友勇敢地表现自己 We are two-year-old的小朋友在台上演出传统舞蹈 这是澳洲新南威尔斯州的库塔曼德拉驴子学校的 创造百周年纪念活动现场 在30多年前台上的传统舞蹈是绝对不可能在这所学校里出现的 这所学校过去在白欧政策期间 曾经长期与澳洲政府合作 当年澳洲政府施行白欧政策 不计其数的原住民族儿童被政府强行自家中掳走 其中部分儿童被送到这所学校里强迫住宿 并接受灌输白人的思想和文化 被送进这里的学生 很多从此一辈子无法和家人联系 校友在这场聚会中分享他们的故事 有人提到他们曾经被略带 但也有人诉说校园内苦中作乐的事情 这本书就是为了配合学校百周年纪念而出版的 书中收入多篇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故事 达莉安亚的妈妈过去在这里就读 现在已经去世了 她代表妈妈出席这场纪念活动 吉尼佛的妈妈从小就被政府强行卤走 而自己又遭遇同样的命运 她后来被送到这所学校 她曾经和自己的妈妈住在同一个地区 相隔不过是走路几分钟的距离 但雙方都不知道對方原來住在附近 這段時間 竟然長達整整十年 我已經35歲 或可能有點年輕 我找到了這位女人 她是我的媽媽 她在我離開兩街 我甚至不知道 新南威爾斯州政府表示 他們願意正視這段歷史 並且自力避免同樣的事情再度發生 Cecile有十個兄弟姐妹被政府強行帶走 她自己也一樣 她家裡有五位姐妹曾經在這所學校就讀 她在激養家庭住了17年 後來在獄中被關了35年 她要求東出安排激養家庭的政府部門和機構 也要負起相關責任 這次新南威爾斯的例子 只反映出失竊的一代問題的冰山一角 大量研究證據指出 介紹家庭激養的兒童 被人教養機構 以便從文化上將原住民漂白 而這些被政府強行擄走的原住民族 被稱為失竊的一代 2002年澳洲電影獎最佳影片還只有回家 這是講述關於失竊一代的一段真實故事 儘管自1970年代初停止實施這項政策 但政府一直拒絕上受害的原住民族道歉 直到2008年 前澳洲總理陸科文才代表澳洲政府 對曾經施行過的殖民統治手段道歉 當時的總理陸科文在國會發表道歉也說 正式承認這項種族主義政策 對失竊一代受成不可彌補的傷害 在澳洲因為這項政策而受害的人數超過10萬人 成千上萬的人因此一輩子和家人失去聯繫 記者邱德正編譯 大地部部落強烈反對市政府要牽葬祖坟 現在又意外地在公墓發現日據時期 悲男族的墓碑現在更加深悲男族人 反牽葬的決心 屁股族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Zither Harp 提醒观众朋友要特别留意 因为现在又传出有黑心商品 台南地检署查破 包括冠心食品公司 顺大清凉食品公司 以及亚世加公司 疑似利用已经过期发霉的变质奶粉 又制造成各种牛奶 羊奶 甚至是婴儿奶粉 而且初估至少有10公吨的黑心奶粉 都已经被消费者吃到肚子里 传出利用黑心奶粉制造牛奶 为在台南永康的冠心公司拉上铁门 连员工要上班都进不去 面对媒体的询问 只以声明稿说还在了解中 不过台南地检署已经证实 包括冠心在内 总共有三家食品公司 利用过期的变质奶粉 充当食品原料 我们所掌握的大概有400多包 10公吨的这些黑心奶粉 已经流入到市面 而且也调制成一些奶制品 那也到市面上换售给一般的民众使用 一年前台南地检署发现有获取奶粉流向不明 经过追查周二缤纷八路 在台南 桃园 云林和彰化同步搜索 总共查扣将近20吨的黑心奶粉 检方发现包括冠心食品公司 顺大清凉公司 以及亚世家公司为了降低成本 向张姓和许姓两位乳品公司的业务员 以市价一半至三分之一的价格 收购过期奶粉 制成乳品 奶茶 咖啡 甚至还有婴儿奶粉 从去年三月至今 至少有10吨黑心奶粉流入市面 被消费者吃下肚 因为有些奶粉在运售工程中 它的那个外包装会有破损 那这个在他们大厂来讲 这个属于已经没办法功能使用的 是瑕疵品 那有些是已经快要过期的过期 将过期的过期品了 这些淘汰商品原本是作为饲料 养猪养鸡 没想到竟然被当成食品原料 以四黑心饮品 有冠心公司自己生产的牛奶 羊奶 调味奶 以及冠心代工的高农牛奶 恒农牛奶 另外还有顺大清凉公司制造的咖啡 奶茶和木瓜牛奶等 另外亚世家公司出品的 壮儿素儿童奶粉 体质成长奶粉 以及固元素保健配方奶粉 也都疑似使用黑心奶粉作为原料 侦查之后 包括冠心公司的负责人和厂长在内 总共六名被告 分别以十万到一百万不等的金额交保 记者东芬许正俊台南报道 另外就是辐射 辐射令人闻之色变 不过环保团体却指出 卫生署现在却要松绑国内的辐射限量标准 可能让日本污染食物流入台湾 卫生署现在打算要把食品的辐射限量标准放宽 从每公斤370倍克提高到600倍克 这就让食品安全出现危机 环保团体尤其担心 这是不是代表日本辐射超标 不能吃的食物拿来台湾 通通变成合格了 不过卫生署强调 这样的标准跟欧盟是一样严格的 而且针对日本进来的食物 有另外一套更严格的标准 而今天是8月15号 是日本战败67年的纪念 复原会跟民间团体 今天就一起前往日本在台交流协会 站出来抗议日本的军国主义暴行 要求日本政府要给慰安妇阿嬷一个道歉 台籍慰安妇球场运动已经持续了20年了 现存的慰安妇的阿嬷 从原本的58个人到现在只剩下9个人 最高龄的已经96岁 其中也有原住民级的慰安妇阿嬷在内 每年的8月15号日本战败日 阿嬷都会走上街头到日本在台交流协会之前抗议 不过今年年迈的阿嬷都已经无法出席了 但是支持慰安妇阿嬷的年轻人说 他们会持续的抗议 一直到日本政府道歉赔偿 还给阿嬷尊严为止 8月15号就是二次大战日本战败的67周年 尽管日本首相野田佳燕一再要求内阁成员不要到禁国神社去参拜 担心会有日本政府依然崇拜军国主义的形象跟舆论发生 那么事实上在台湾泰亚族级的立委高金素梅 也多次控诉日本军国主义对台湾原住民族的侵夺 但是在今天在日本依然有两位而且是内阁的阁员 包括松原仁还有宇田雄一郎分别前往禁国神社参拜 这也是民主党执政以来第一次有内阁官员前往参拜 一大清早位在东京的禁国神社就把大门打开 因为今天8月15号是二次大战日本战败67周年 有不少阵亡将士的家属和学生团体都会前来这里 向那些为国捐躯的亡灵致敬 由于禁国神社所供奉的阵亡将士当中 包含了14名二次大战的假计战败 每次只要有日本政治人物前往参拜 中国和南韩就会立刻强烈抗议 因此日本首相野田佳燕 以再要求内阁成员不要前往禁国神社 但是包括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松原仁和国土交通大臣 宇田雄一郎却在今天先后前往禁国神社参拜 也成为民主党从2009年上台来 首次有现任内阁阁员前往禁国神社参拜的先例 尽管松原仁强调 他是以私人身份前往参拜 但是选在日本跟南韩正在为了争取岛屿主权 而剑拔奴章之际做出这样的动作 表态的用意十分明显 果然松原仁在回答记者询问时 就对南韩总统李明博 要求日本天皇道歉的言论深表不满 包括中国和南韩的外交部都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 对日本内阁阁员前往禁国神社参拜的行为 表达不满与遗憾 而两名内阁成员完全不把首相野田佳彦的话当一回事 也显示野田在民主党内的领导地位 已经出现了严重危机 记者甘薛轩报道 来到台湾南投仁爱乡南风村一块工有的原住民保留地 勿招私人出租整地 结果爆发了争执 警方跟相公所还出面协调 激烈的争执谁也不让谁 仁爱乡南风部落经历新乐客及强密台风成重创后 持续进行工程复建 河窗两旁因为回田出现新生地 但目前这些新生地都属于工有地 其中有一块地号为梅西段六七九号地 是供南风部落罪文化展演场供民众使用 但其中有一半的工有地却被私人使用为离为住 十五号成租人准备要整地时 遭到部落族人阻止并发生激烈的争执 新生地仅领着普务公路非常具有利用价值 而新生地上方元宝地的地主 在还没有申请使用权的状况下 擅置架设围离就供陈珠的汉人使用 就在十五号上午陈珠人准备要整地时 就被部落族人发现并通报处理 因此双方在认知不同的状况下发生争执 也惊动了辖区派出所前来了解 整地的时候要把那些石块跟泥土 废土要倒到我们原本已经整理好的坡坎的下方 这样子造成个严重的影响部落的发展 因此我们跟村长包括乡公所和派出所 地方人士都到这个地方来 来做一个协调的动作 当然协调的结果是地主是愿意 就是等见解之后他们来做处理 经过协调之后 乡公所人员带来资料会刊表示 新生地目前是属于公有地 任何人都不可以未经同意擅自使用 同时陈珠人也愿意拆掉围离回复原状 这会的不是这个部分 跟原住民这件的东西 所幸有族人大力站出来捍卫土地 阻止了这件疑似假陈珠真买卖的事件 呼吁族人也要正视同样的土地问题 不要让自我的权利给漠视掉了 记者No南投仁爱采访报导 台东市资本嘎底部部落 持续反对台东市公所 要将第六第十公墓迁葬 因为北南族人认为 那是北南族祖坟所在地 实在不能接受市公所 只是为了想要观光 改建墓地为公园 就要北南族人去迁葬 双方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止 没有想到到了今天嘎底部 北南族人又在这块墓地 有了惊人的发现 在杂草丛生的公墓里面 有一座日据时期兴建的人种 墓碑记录 有96位北南族的祖先 被集体葬在这个地点 让北南族人更强烈地相信 这是祖邻所在地 也就是北南族的传统领域 不能任意迁出 不过市公所迁葬的计划没有改变 有部分北南族人已经同意迁墓 而大部分非原住民族的人口 也已经陆陆续续把祖坟迁出了 日本卡迪布部落的马发流 鲁巴尼奥 马嘎鲁鲁三大家族的拉罕 集结在日本第六公墓的一座人种 这座人种墓边上上可清晰看到 写着日本昭和九年 也就是1925年 当年因为了开平一条边南密古道 路线经过边南族墓地 而进行集体牵葬到现在的第六公墓 一座墓地里共葬有96位的边南祖先的遗骸 卡迪布部落的族人非常珍惜这段族情历史 有96个人 他们的骨 他们的在这里 把他们的骨头骨骸 纳子在这里 这里的这个头墓是叫 Damboy 它不是头墓 它是以前日记时代的一位警察 在台东施工所积极进行第六公墓的签葬作业之际 却遇上卡迪布部落族人的极力反对 如今公墓形成荒烟漫草 族人在拿汉的率领下 特别到人种地点 整理祖先的墓地 惊人的发现 祖先集体葬在自己的传统领域内 拿汉坚持传统领域不能被剥夺 祖林不能任意迁到祖先不熟悉的场域 我们要把我们的祖林 安藏在这里的地方 不知道几代的祖林 我们就是要维护我们的祖林在这里 为什么要把我们牵到 那个不是我们传统领域的地方呢 即将离开前 族人再度祭拜祖林 并告知年轻一辈族人要守护家园 对于日治时期 遭遇日人禁止室内藏文化 族人不得不将祖先的骨骸 牵到部落的关卡 表示祖林位在部落的制高点 族人受到祖林的庇佑 日治时代之后 不准我们行屋内藏 室内藏以后 让我们祖先的智慧 假如说他能够继续的 建顾他的姿子孙孙们 所以他们在他们以前的 这个所谓的资本 这个传统领域的 这个关卡这个地方 建立了他们的家园 资本第六公墓牵占案 由于资本卡迪布布落族人 积极捍卫传统文化和传统领域 使得牵占案执行不顺 如今又发现祖先的人种 让边南族人更加确信 祖林不能随意 牵到祖林不熟悉的地方 记者卡特菲亚 台东采访报道 这几个月以来 美国跟墨西哥两个国家的 政府联手反毒 不过有大批的民众指出 墨西哥政府以反毒为民 滥捕滥杀无辜 其中主要的受害者 就是墨西哥的原住民族人 而且初步统计 受到牵连的人数高达18万人 而墨西哥的诗人哈维尔西西里亚 开着他的和平路营车 就从墨西哥的山区一路就开到了美国加州洛杉矶 他的目标是美国收复华盛顿 希望自己替无辜人民说话的声音 可以被当权者听见 这辆和平路营车 是私人哈维尔西西里亚 千里迢迢地从墨西哥山区开到美国加州洛杉矶 他从去年5月出发 一路开到美国巡回发表演说 这是为了替美墨两国的反毒战争中 无辜受千年的人事深渊 他近日通过美墨两国边境 随即开往洛杉矶 号召美国的支持者集结示威 呼吁两国政府停止以反毒战争为民 逮捕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 为了唤起人们注意反毒战争背后的代价 哈维尔西西里亚的和平路营车 在去年5月自墨西哥山区出发 经过一年多的行程后 于近日进入美国 目前计划寻回美国20个城市 哈维尔西西里亚的儿子 在去年三月因为涉嫌犯毒而遭枪杀 引起激发他发起这项和平路营车计划 他轰击墨西哥政府以反毒为名 据说有五万五千人 在这场反毒战争中被杀 而且大部分是当地的原住民族人口 据美国独立新闻网站 Truth Out和Open Democracy指出 这场反毒战争至少导致一万人失踪 十八万人流离失所 其中受害的主要是墨西哥的原住民族人 因此多位原住民族领袖 也站出来支持哈维尔西西里亚的 和平路营车计划 和平路营车张会在九月 十二日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要传递抗议的声音给高层政治人物 也要对长期关注华府权力和新动向的媒体 表达抗议的诉求 记者邱的真编译 虽然气象局在今天傍晚五点半解除了 启德台方的海上警报 不过依然持续地对台东 还有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 最新的发展 接下来的时间要交给气象主播 请说 观众朋友来和大家晚安 移动速度很快的轻度台风启德 今天晚上的位置将要进入到南海的海域 也因为它的移动路径 比原本预估的还要在偏西 所以气象局在下午五点半的时候 已经解除了海上台风警报 虽然启德台风没有直接的影响我们 但是受到它的外围云系的影响 还是有部分地区受到影响 而之后的动态 我们再从台风路径图一起来看 从这一张图可以看到 轻度台风启德已经从菲律宾出海 而在过去六个小时 是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前进 而明天也就是16号的时候 会接近到东沙岛 所以到时候东沙岛是被它直接的影响到 另外在巴士海峡以及南海的海面 也会受到启德台风的影响 会有较大雨势以及强震风的发生 所以提醒行经这些海域的船只一定要多加注意 至于降雨上 我们再从下一张卫星云图一起来看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这就是启德台风 而它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影响 这些没有云的地方就是太平洋高压势力 它就启德顺着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开始往西北西移动 这也是启德台风没有直接影响我们的原因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受到它的外围云系的影响 这一小块一小块的雨 就是造成今天在东部以南的地区 以及恒春半岛有大雨的发生 而明天随着启德台风移动的关系 在嘉义阿里山以南的地方会降下大雨 而这个大雨的程度 也就是说一天下来的累积雨量 超过50毫米而已 而最大的雨区还是集中在恒春半岛 所以提醒这些地区的观众朋友 要多加注意 接着来看详细的上海气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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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轻度台风起的移动的关系 原本的东北风会转成 吹偏西南风的一个风向 而明天台风会接近到东沙岛附近 所以东沙岛附近的风浪都会比较大 另外在东部的近海 还是会有长浪的发生 在南雨附近的海域 最高的浪高还是可以达到两公尺 所以提醒海上这位船只要注意安全 接着来看一月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杰猛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杰猛达在碧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杰猛达在碧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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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观念 把自己的传说 把自己的故事 做出成品 与众分享 因为美所以我们喜欢 因为美 所以我们很快乐 我们一起加油 把我们台湾的这一块 最美丽的部分呈现出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